双十廉价到北海道旅游 功课做很多 也跑了很多家 小小遗憾就是去第二次了 还是没有时间吃到口袋名单里的北海道的几家人气的汤咖喱 因为太多家想去了 看到Hello小森转换形态 卖起汤咖喱 让我马上放进口袋名单 某天和朋友去参想起他们家 朋友也有兴趣 天气巍巍有良意 就来吃看看 之后散步到附近的JW咖啡喝咖啡 大家和老板闲聊 好吃的美食加上好喝的咖啡 没什么比聚会时时运很好来的叫人开心了 Hello小森地址 台中市南屯区同心里大英街9号电话 0424736171营业时间 星期一31点到15点 星期四五六日11点到15点 17点30分到20点公休日 星期二Hello小森FB 请按我 原来老板和老板娘也是到北海道旅游 吃到不错的汤咖喱 回来台中卖起北海道口味的汤咖喱 我们也跟老板要了几家他们去北海道觉得不错的美食店家名单 刚好明年朋友要去北海道旅行 可以参考老板的美食名单 我应该早点来吃的XD 空间小小的 温馨家庭料理氛围 老板和老板娘很好聊又亲切 上次用餐就留下很好的印象 喜欢墙上所贴的图片海报 不过贴在家里有点奇怪 贴在店家就无为何了 Hello小森地小小提醒 一 每人滴销为一杯饮料或一份餐点 二 没有收服务费 五 所以水 水杯 餐具自取 三 小森只有二个人 如果遇到繁忙时段 制作上会卖上许多 请耐心等待 Hello小森菜单放上主要菜色的页面 前三项为景点的汤咖喱 煎附白饭 白饭可以续一碗 如果想要带丰盛一点 可以加点底下的品项 我最喜欢这样了 加成总会版 哈哈 16种野菜汤咖喱 200美元加鸡腿 50美元加牛肉丸 80美元汤咖喱 可以当汤品喝 味道不会太重咸 也可以用汤匙舀饭下去泡些汤咖喱起来吃 这倒是朋友的 大家都喜欢都加点一些的丰盛概念 16种野菜汤咖喱 200美元加鸡腿 50美元加鸡胸 40美元 这份是我的 我觉得很均衡营养更好看 自己说 而且白饭我吃光光 汤咖喱搭着吃 实在会让人不小心把白饭发完 蔬菜方面吃得到甜味 鸡腿炖煮很软 实实在在扎实的一碗食材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餐点 有肉有菜 颜色上搭配也好看 鸡胸切成薄片 掉到汤咖喱里里面 蛮鲜嫩的 16种野菜汤咖喱加鸭肉串 70美元除了鸭肉丝 加点的部分朋友们都点了 好开心的聚餐 谢谢我们的手磨原字符号原字符号 正能量鸡腿汤大力220美元 想直接来一只鸡腿就好 好 就点正能量吧 给你满满的正能量 来继续下午的上班XD 经典焦糖布丁70美元 布丁超细致滑嫩又浓郁 焦糖主个恰到好处 这个我喜欢 好吃度推推 而且店家采用六扬的餐具器皿 手做的触感和温度很讨喜 小僧红茶50美元 老板娘红茶的时间拿捏上很刚好 有茶香 苦涩度没有出现 鲜奶茶80美元 热红茶50美元 刚好遇到另一桌也是从北海道 吃到好吃的汤咖喱回来不久 有跟老板聊到即交换 北海道汤咖喱和台中的新汤咖喱口味 心得 喜爱咖喱或北海道美食的可以来试试看哦 不要忘记点个布丁黑波浪号波浪号波浪号 蓝色骑士IGBLU119CHESC 延伸阅读Q的台中西区百福咖喱美术馆商圈日系风格咖喱店 仅有11个座位 下午有限量咖喱炸面包 台中西区小路咖喱点餐先拿竹签 蔬果食材为咖喱器底部加水 有咖喱跟紧办的选择 台中全区台中咖喱懒人包旋转滑蛋还是汉堡排 印度咖喱还是日式咖喱 人气咖喱都在这里 咖喱控集合